剛剛的部分的話,我放在雲端白板的第一個單元 所以你們要找的話就放在這裡 基本上就是,我是把它分成step 1,2,3,4 你們就可以逐一逐一的去了解 所以剛剛寫的程式基本上這邊都有 OK,所以1,2,3,剛剛有個第4 我這邊有加個底 其實這些東西的話都還蠻好用的 另外有個方法 我另外一個方法,你們也可以比較一下 方法1跟方法2的程式碼,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方法2不用刪除 那為什麼不用刪除? OK,你也可以再比 不過前提我是建議,你可以先把前面的先了解 然後再看一下有沒有另外的寫法 那也就是說,其實怎麼講 程式真的沒有標準的寫法 那我的習慣是我寫出第一種方法之後 我會想想看有沒有更好的寫法 所以也許會想出第二種方法 第三種,甚至第四種很多種寫法 那最後的話,我會歸納出 哪一種寫法是最好的 所謂的最好並不是說 看你的取決,比如說效率最好 還是說哪一種寫法是最精簡的 OK,然後最不容易出錯 都有可能,還有效率問題 比如說剛剛你會發現 他一直跑一直跑,他畫面會白掉 那又有什麼方式讓他畫面不要白掉 其實你可以試著可以在城市的開頭 多寫一行,叫 Application.screenUpdating 等於False 就是把畫面更新關掉 不然他會一直畫面閃動 為什麼?因為他要更新那個畫面 那如果我之前有跟各位講 我screenUpdating把它關掉的話 那他就不用更新畫面 相對的他的執行效率也會比較快一些些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單元的第五的部分 不過在講單元第五之前 剛剛同學問到有關資料庫的部分 因為目前可能 但如果還是用Excel的 可能會比Assess多太多 以前他的Assess用的蠻多的 像很多公司現在已經都不用Assess了 更不要說用MySequel 但是這些東西重不重要 這些蠻重要 比如說你將來希望 把一切的東西 跟網頁 跟手機 跟其他裝置做資料交換的話 比如說你有業務人員 你希望他出門在外 可以直接就是 網頁上 手機上面就可以直接看到 相關的公司的資料的話 那當然你就需要用到 所謂的資料庫 哪個資料庫最好用呢 其實你可以再學習這個MySequel OK 不過這個MySequel 前面好像跟各位講過了 你必須要架一個網站 這邊有一個叫Sample的懶人包 安裝方式就底下這些 不過步驟是有點比較多一點 那裡面的話就會有一個叫做 MySequel的資料庫 可以藉由PHP MyAdmin 這個叫管理介面 可以去做資料庫的管理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個 去新增資料庫 新增資料表 然後可以再跟什麼 再跟Excel做資料的交換 也就是說將來 可以把資料放在MySequel Excel可以做寫過去 也可以讀回來 那同樣的未來網頁也可以 網頁比如說最常用到叫PHP OK 那另外的話 手機也可以 也就是我將來 資料只要放那邊 那我可以透過其他程式 跟資料庫存取 不過這個存取過程 你們可能還要學會一個東西 就是所謂的Sequel語法 所以底下的話 放資料進去的話 要用Insert into 哪一個資料表 哪一些欄位 Values就放什麼資料 OK 那底下的話 我們如果要透過那個什麼 VBA跟MySequel串接的話 除了要安裝驅動程式之外 有沒有 你還要再學會什麼呢 這個所謂的ADO 怎麼去新增資料的部分 那因為這個部分 很容易做錯 所以我會在底下有個範本 反正你就用範本 你就可以達到 如何跟資料庫 串接的這個目的了 OK 那因為這個時間的關係 可能要把這些全部亂完 可能至少要花一段時間 那所以 這個我們看後面有沒有時間 或者大家有沒有需求 有需求的話 我們再把細部的我展示 做一次給各位看 但是複雜度有點高 OK 那如果目前 你假設目前暫時用不到的話 你就先把這邊當成有一個資源 如果有需求的話 也許我們再來看 或者說其他方法 甚至在YouTube上面 我之前有教過 如果你要看的話 你也可以把那個關鍵字打上去 也可以找到相關的影片 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OK 那其他還有哪一些東西 可以自己稍微再知道一下 有這些東西 那你說這個可以做什麼呢 其實各位不知道有沒有 我舉個例子 這個能夠做什麼 其實比如說你Google吳老師 那我記得在這上面 吳老師好像 就會有一個 我麻將 什麼 這根本沒關系 這邊有個教學論壇 有沒有 TQCIDV 特別注意這個網站 裡面就是我有放一些 之前教過的一些 也跟部落很像 但是是一個論壇 其實背後的資料庫 這個背後的資料庫 用的技術就是MySQL 然後這個網頁就是PHP 所以PHP加MySQL 就可以是這個東西 當然我也可以透過Excel 可以跟這個裡面的資料做交換 如果我弄了一個手機APP的版本 手機上面也可以顯示 OK 就此類的 那你說這個東西好不好用 我覺得MySQL太好用 為什麼 因為這個網站 大概已經架了 可能差不多十年的時間 完全穩定 都沒有出過任何問題 而且最厲害的地方 它也是自由軟體 自由軟體怎麼 不用花錢 穩定的不得了 那你想說穩定的不得了 那幹嘛要花錢去買那個 就是不見得很穩定的東西 OK 但取捨不同 OK 只是說會有這種應用 所以提供各位參考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接著來看那個問題 單元05部分 那我上次有辦法跟各位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問題05 所以待會請各位 把那個範例裡面 有一個問題05打開來 那我們基本上 待會我們要做到哪些效果 首先第一個 我希望把業務人員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針對業務人員 幫我移除重複之後 知道這個公司 總共有幾個業務人員 那我希望做什麼呢 有沒有辦法快速的幫我 把這些業務人員的個別資料 幫我分在不同的工作表裡面 那建立一個按鈕 叫做篩選業務 有沒有 這個 按一下它 它就自動幫我產生什麼 這總共有6個 1 2 3 4 5 6 好像有用過 有沒有 所以想想 你現在是可以把之前那個 班級查詢的那個 拿來用就可以 你需要做什麼 1 新增工作表 重新命名 重新命名的名稱在哪裡 在這裡 對不對 第二個的話 怎麼樣 把這個總表做篩選 篩選還記得嗎 Auto Filter 哪一欄呢 第1 2 3 第3欄 什麼條件呢 一樣是這個 菜圖 然後它不是有篩選 篩選之後的話 你把它點Copy Copy到哪裡 Copy到新增工作表的那個地方 有沒有 所以甚至 直接拿 之前那一個寫過的程式 拿來用就馬上OK了 有沒有 所以這個我是做完了 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所謂的 班子 筛選業務 這個是個別的 如果我另外 假設我希望有沒有 剛剛講的方法是 其中一個 第二個的話 我如果今天 希望找某一個 某一個 某一個 這個 我以後找小張好了 個別的 小張就出現了 如果我只要找某一個人的話 把小張的 全部資料放過來的話 那又該怎麼做 所以待會請會是這樣 這個是分割 我剛剛講過 有沒有 菜頭 小咪 小張 它按照順序 幫我 逐一逐一個放過來 那刪除的話 這邊 前面也講過 所以前面這兩個按鈕 之前 你們可以稍微練習一下 當然呢 除了說 業務之外 其他還有像什麼 產業別 產品 其實也都可以做了 我們前面有講過 共用 共用那個SUB 共用一個程序 如果有些部分都一樣 只要傳兩個不一樣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 藍位的名稱 哪一藍 比如說C藍 D藍 E藍 然後呢 跟這樣一樣 該怎麼 哪一個藍名 藍位的名稱 一個是 藍位的位置 OK 那傳遞之後的話 給我要的結果 待會後面的話 我們再做個別篩選 個別篩選就是 如果今天要找某一個 某一個業務 或者是某一個產業別 某一個產品 那我應該怎麼去撰寫 這個對應的程式 另外的話呢 還有所謂的多重的 當然你不只是單一個藍位 你假設我希望 業務人員是誰 然後呢 他賣的哪個產品 幫我把兩個條件 這一個 AND這一個 有沒有 比如說 那個小張他賣的筆記型電腦 幫我把他賣的所有的資料 通通幫我調出來的話 那這個地方又該怎麼做 那請各位呢 先把那個問題 05部分 先做出來 然後呢 先做這兩個按鈕 第一個按下它 有沒有 出來了 第二個 刪除它 OK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部分呢 有點像複習那個 班級查詢的那個範例 喔 那這個部分呢 那這個部分呢